接下来看到这是新北市有一位食品业者 他看到幼儿戳鼻子快筛 这哭闹挣扎的情形非常的不忍心 所以呢捐赠了1000剂的唾液快筛 给土城树林三峡英哥 18家的公共唾液中心 以及幼儿的家长 帮助他们来监测小宝贝的身体状况 平顺的度过一期 三峡一家专注英幼儿副食品的业者 捐赠1000剂的唾液快筛 给新北市社会局 希望能帮助土城树林三峡 及英哥四区18家公共托育中心的幼儿 症状监测 捐赠业者表示 看到幼儿快筛时的不适 于心不忍 希望抛砖引玉 让更多幼儿平顺度过疫情 为社会尽点责任 那刚刚好我那时候 就是因为胃溃痒到急症 却看到他们那个小朋友快筛的时候 要出动两个大人架住 然后哭得呼天喊吏 我是觉得说这一次的 这一次的COVID-19已经让孩子们够辛苦了 那我这一次的也希望让 就是孩子可以不要这么的痛苦 我们身为妈妈心里都会很揪心 新北确诊数居高不下 幼儿搓鼻子快筛又相对困难 在市议员江宜针的眉合下 家长能更便利的监测孩子身体状况 加速应变时间 现在快筛阳级等同确诊 大家对于快筛的需求 是相当的提高的 但是如果说小朋友上学 那临时要去买快筛 当然我们可能政府现在的供应量 就是中央供应量还不足的情况下 如果大爸爸妈妈还要紧急的 接小朋友然后要去买快筛 其实那个大费周折 如果我们供托呢 就可以提供这样子的快筛 马上给小朋友来做使用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新北市社会局将发给土树三婴 900多名供托收托幼儿家长 每人一记 以及供托备用 共同照顾小宝贝 那我们将会在最短的时间 送到我们土树三婴呢 18家的公共托育中心 虽然我们其实在所有的托育中心 包含公司力还有幼儿园 其实都有提供这样的一个托筛事迹 但是我们总是不嫌多 那也谢谢我们博军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陈总经理的爱心 更谢谢我们宜政议员的媒合 那我们会尽速的发放 也希望能够给小朋友呢 这个最好的保障 有了托业快筛 家长能更快掌握小宝贝的身体状况 也能减少快筛恐惧 共同保护孩子的身心健康